根據Help Advisor 的一項研究顯示 全國有小朋友的家庭 平均每個星期在食品集貨上的花費 約為331.94元 比沒有小朋友的家庭高出41% 從各州來看 加州的家庭平均每個星期要花費297.72元 成為全國食品集貨內成本最高的州 比48個州的平均水平高出27.51元 研究還表明 食品集貨支出費用最低的州幾乎都在中西部 而在城市方面 加州有3個城市位列食品集貨內支出最高的前10名 包括Riverside、三藩市和洛杉磯 全國食品集貨最貴的城市是邁阿密 比佛羅里達州全州的平均支出 高出約14% 以下是平均每個星期食品集貨內支出最高的10個州 加州以297.72元 惠列榜首 梁華達州則以294.76元 排第二 墨西西比州排名第三 平均每個星期花費290.64元 還有平均每個星期食品集貨內支出最高的10個城市 邁阿密以327.89元 高居榜首 休斯頓302.65元 排名第二 加州的Riverside 三藩市和洛杉磯分別派第三、第四和第五 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導